一名聲張富人行駛四輪的電動車 在台中火車站附近的大馬路上 沒想到電動車突然沒電 停在十字路口的中間 旁邊的車一來一往 富人不知所措相當驚險 定年就在台中的台灣大道與自由路口 車容量高的路段 還逢中午的下班時刻 車是急駛而過 正名64歲的聲張富人 卡在綠燈的車流量中 眼見狀況危急 想用拐杖使電動車移動 可是移動不了多少無能為力 幸好被兩名援警給看見 不好意思 我可以把你幫我換一下電池嗎 施法在19號的下午 援警趕緊將富人的電動車推到路邊 避免用路人的危險 並向富人了解的狀況 謝謝你們 等一下 等一下 兩名援警立即上前解圍 實施交通疏導 並將該車推至路邊 即協助更換電池 成功化解一場危機 在車廂量多了十字入口 神讓富人電動車 突然沒電 信號正在直勤的遠景 眼前發現富人受困在路中 即時伸出援手 相助讓富人有驚無限 3D新聞傳名號林佩萱 台中採訪版